以往刮鬍子不小心受傷流血 我們都會覺得是自己手殘技術不好 但是你有沒有這種經驗 刮鬍子的過程都很OK 沒問題 之後洗臉或者是上鬍後水的時候 卻有刺痛刺激的感覺 那會這樣 其實是你的刮鬍刀在偷偷刮傷你 刮完鬍子皮膚會紅腫刺痛 會痛就代表有傷口 傷口很小看不見 但是它就是存在 這種微小的傷口 其實是你的刀片造成的 對 不是你的錯 千錯萬錯都是刀片的錯 來 這個東西我們都很熟 免洗塊 你在用免洗塊之前 會不會做這個動作 免洗塊是木頭跟竹子做成的 它很粗糙 上面會殘留竹刺跟木刺 這些刺如果沒有清乾淨 用筷子的時候就會刺到手 扎到嘴 做這個刷刷刷的動作 目的就是要去除筷子上面的刺 問題來了 那你知道刀片上也有刺嗎? 刀片上的刺叫做毛刺 毛刺是刀片在研磨的時候被推擠出來的金屬 形成的凸起跟金屬絲 不論是大量生產的第一刀片或者是你手工研磨的直式剃刀 上面都會有毛刺 毛刺很小 肉眼是看不見的 也因為毛刺很小 它刮傷皮膚的時候不會刮得很深 不會流血 但是會造成刮傷 紅腫刺痛 你可以想像豬八戒的釘耙 啪在臉上 拖來拖去 滿臉都是的畫面 毛刺太多 是構成爛刀片的原因之一 還有其他幾個原因會造成爛刀片 他們共同的結果就是會導致刀片用起來 感覺很粗糙 不滑順 點心的例子 就是飛的第一刀片 沒有人會懷疑它夠不夠力 它絕對是世界上最鋒利的第一刀片 之一 不過也有很多人覺得 這個刀片利歸利 但是用起來不是很舒服 很粗糙耶 免洗塊刷刷刷幾下 就可以變得好用 我們也可以用幾種方法 去除刀片上的毛刺 讓刀片變得更好用 第一個方法 Calked Blade Calk是軟木塞 把刀片切過軟木塞 就可以消除刀片上的毛刺 就可以消除刀片上的毛刺 粗糙的刀片就會變得滾溜滑順 欸我知道你在想什麼 沒有軟木塞你可以找劇本以西 就是這種很像保麗龍的杯子 盤子 泡麵碗 摸起來比較細 有點硬 把它對折會裂開的 這個就是劇本以西 拿劇本以西代替軟木塞 做法是一樣的 這樣就完成了 簡單吧 就是這麼簡單 軟木塞比較硬 拉1到3下就可以了 拉太多下刀片會變頓喔 劇本以西密度比較低 你可以增加拉動的次數 第一刀片有兩邊 你可以先做一邊試試看 比較兩邊的差異 欸你別小看他喔 氣壞麥 刀片會像500一樣 順啦 如果劇本以西也找不到 你可以試試去除毛刺的第二種方法 Strap 當刀 Strap 不只可以去除毛刺 它可以讓變形的刀片邊緣重新對齊 刀片會明顯變得更Smooth 更好用 以往Strap只出現在指示剃刀上 不過 第一刀片也是可以Strap的喔 欸 我又知道你在想什麼了 沒有盪刀皮 牛仔褲總有吧 我們可以用牛仔褲來當盪刀布 把牛仔褲鋪在桌子上 鋪的時候要平鋪 表面不能有凹凸起伏 如果你用手拿刀片Strap 你的手指會跟磨擦面直接磨擦 啊這是在幹嘛 幫手指去角質嗎 我們要拿工具把刀片夾住 長尾夾是不錯的選擇 這樣Strap的時候就不會磨到手 刀片也不會割到手 就很舒適了 我看過有人把刀片直接裝在刮無刀上 Strap 不建議你這麼做喔 這樣會磨損你的刮無刀刀架 要換面還要拆開再裝 很麻煩 來 用另一隻手把牛仔褲拉緊 這樣研磨的表面會更平 更硬 效果會更好 這裡的重點是 注意 刀片跟牛仔褲的夾角 這個夾角要小 把刀片壓下去 讓刀片跟牛仔褲平行 不要有角度 如果角度太大 會磨到刀尖 你的刀片就會變頓 Strap的方向是刀刃朝後 不是刀刃朝前喔 做錯了 你的牛仔褲 就會從長褲 變成熱褲 拉過去 翻面 再拉一次 這樣就完成一圈 要跑幾圈呢 我的經驗是 跑十圈 你就可以感覺到有差 相比於切軟木塞 Strap不會有做太多次 刀片變頓的問題 雖然稍微麻煩了一點 不過也花不了你一分鐘啦 第一刀片還可以調 要是合刀還是電動刮物刀喔 你想調還不能調勒 OK 刮物刀偷偷刮傷你的第一個原因 講完了 你會被刮傷的第二個原因 Blade Chatter 刀片陣仗 刀片陣戰 顧名思義 就是刀片會來回震動 戰斗 刷咧刷咧 我們把刮物刀的刀片放大來看 就這個刀片露出來的部分 記住他的樣子 假設這個電板 是剛才的刀片 我們的手 是鬍子 是鬍子 第一刀片很薄 它是軟的 當刀片切到鬍子的時候 刀片受到抵抗 會彎曲 產生形變 當鬍子被切斷的那一剎那 刀片會像彈簧一樣來回晃動 這個就是刀片陣戰 你在刮物的時候是不是會有鬍子一根一根被切斷 叮叮叮的感覺 你會感覺刀片在彈跳 尤其是刀片不夠力的時候 特別明顯 這個 就是刀片陣戰 就像你開車 騎車過彎 如果懸吊太爛 車子會在彎中 你會失去對車子的控制力 刀片陣戰就是你失去對刀片的控制力 刀片在你臉上 它這樣一直來回刮你的臉 難怪你會刺激 紅腫刮傷 現在你知道 這種莫名其妙的刮傷是怎麼來的吧 來 解決刀片陣戰有幾個方法 一 減少刀片角度 一樣是剛才這個電板 直直的往下切 電板不會變形 如果斜斜的往下切 電板就會彎曲 也就是說 下刀的角度越小 刀片就越不容易彎曲變形 切水果切蔬菜也是直直往下切 對吧 如果用刮的 刀片角度大 刀片會變形 彈跳 被刮的表面會變爛 你的皮膚也會受傷 第一刮無刀的刀片角度 可以分為 靠頂蓋 Ride in the cab 中性角度 Nature angle 靠護桿 Ride in the guard 這三種 其實還有隱藏的兩種啦 有興趣請回顧這期影片 三個角度中 靠頂蓋 Ride in the cab 刀片角度是最小的 也就是說 它最能抵抗刀片震戰 有的刮無刀 就是根據小刀片角度設計的 比如說 Ride in the cab GC68 它的頂蓋很薄 刀片跟臉頰的夾角很小 為了就是避免刀片震戰 反過來說 如果你不照它的設計方式來用 而是用靠護桿 這種大刀片角度來用 刀片就很容易插到肉裡面 我以前就是這樣 自己不會用 還嫌它難用 如果你已經買了刮無刀 請減少刀片角度試試看 話說回來 每款刮無刀的設計 幾何都是不一樣的 靠頂蓋 小刀片角度使用 有的刮無刀 刀片是直接裸露在外的 前面沒有護桿 保護皮膚 新手操作會有點危險 而且 順刮側刮逆刮 他們的刀片角度是不同的 我們不能被侷限在 只能用小角度 有方法嗎 有 來 拿筷子 你會拿兩隻 對吧 你不會只拿一隻 在那邊吐咧吐咧吧 又不是小朋友說 筷子拿兩隻 夾東西才會穩 刮無刀也一樣 把刀片上下都夾住 刀片才會穩 才不會刀片震戰 為什麼講這個呢 市面上有很多刮無刀 筷子只拿一隻 譬如說像這種刀頭 刀片下面沒有夾到 只夾上面的刮無刀 是不是很常見 這種刀如果用比較大的刀片角度 刀片就像敲敲板一樣 丟咧丟咧 比較理想的設計 應該要像Times Handsome一樣 把刀片上下夾好夾滿 再來 拿筷子夾東西 夾邊邊 是不是很容易掉 夾好夾滿 這樣才會溫搭搭 也就是說 刮無刀夾刀片 夾得越靠近刀片邊緣 把它夾滿 刀片就會越穩 離刀片邊緣越遠 就越容易刀片震戰 我們用Shave 當例子 夾得越靠近刀片邊緣的 刀片露出越小的 用起來就越安全 所以 老鳥買刮無刀 用眼睛看 就知道好不好用了 現在你學到了吧 啊刮無刀我已經買了 買到會挫賽的 怎麼辦呢 別怕 第二個方法 夾好夾滿 就是製作墊片 刀片下面沒有夾到 我們就做一個墊片 墊在下面 這樣不就可以 夾好夾滿了嗎 來 拿一個用過的舊刀片 用剪刀 剪掉它的刀片邊緣 不要剪得太多喔 把刀片外面這一層 亮面的刀刃部分 剪掉就可以了 留下來的部分越多 墊片的支撐性就越好 把刀片的兩邊都剪掉 墊片就做好了 剪完的墊片邊緣比較粗糙 我會把它用砂紙磨一磨 魔鬼就藏在細節裡 把墊片放在刀片下面 底板的上面 來看看 刀片夾好夾滿的刮物刀 絕對會不一樣 墊墊片 刀片會變穩定 只是它的附加效果 墊片原本是拿來調整 刀片間細用的 第一刀片的厚度是0.1mm GC68墊一片 就會變成GC78 沒錢就可以讓你換一把刀 墊一片墊兩片 墊上面墊下面 效果都不一樣 這個有一點好玩喔 之後會做影片跟各位分享的 剛才講的兩種方法 使用小的刀片角度 製作墊片 它們都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 為什麼這麼說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 第一刀片太軟 就是因為不夠硬 才需要那麼多道具輔助 第三種方法 這個就厲害啦 讓原本刀片太軟的缺點 反而變成優點 一般的第一刮鬍刀 會把刀片彎曲 因為彎曲的結構 可以增加剛性 把軟的刀片變硬 Sland 除了彎曲刀片以外 它還把刀片做扭轉 雖然看起來很簡單 但這是一個可以得諾貝爾獎的設計喔 Sland 中文是傾斜的意思 有人把它翻成斜口 斜刃鞋鞋邊 你從斜 這個字就知道 它的刀刃是擺斜的 Sland刮鬍刀有兩種形式 一種跟普通的DE很像 只是把正放的刀片 變成斜放 沒有扭轉刀片 像是PAA Alpha Eclyptic 簡單的判斷方法 旋轉刀頭 如果刀片傾斜的方向 兩面不同 就是只有斜放 沒有扭轉 另一種是把刀片做對角線 扭轉 像Smurker 39C RedRock German37 旋轉刀頭 刀片永遠會朝同一方向傾斜 這種Sland 就有扭轉刀片 我們這裡說的 就是有扭轉刀片的這一種 Sland 的優點 有很多 1 對角線 扭轉的結構 可以讓刀刃的剛性更強 比如說Linsky Helix 他的管材不是直管 是螺旋管 這種扭轉的結構 可以讓他的剛性更強 用325Ti 就可以做到64Ti的剛性 所以要解決刀片陣戰 把刀片扭轉 讓刀片邊緣受力 變得更硬的Sland 效果更好 第二 Sland 的核心競爭力 就是斜切 老司機不管刮鬍子 切水果 都會把刀片擺斜的 斜斜的切 這裡的斜切 不是用刮的 不要搞錯了 斜斜的切 會比直直往下壓更輕鬆 以往我們刮鬍子 為了實現斜切的效果 會把刀片故意擺斜的 做Gelay Slide 下刀之前 要想刀片要怎麼擺 不是那麼直覺 Sland 就不用那麼麻煩了 他的刀刃 原本就是斜的 天生自帶Gelay Slide的效果 也就是用起來更簡單 第三 注意看刀片這個位置 我們把它轉側面來看 刀片扭曲越大 它跟皮膚中間的夾角 也就越小 欸 這不是剛才說的 刀片角度越小 就越不會刀片震戰嗎 也就是說 你不必被局限在 只能用靠頂蓋 這一種用法了 Sland 就算靠護桿 Riding the guard 刀片角度也很小 而且刀片前面有護桿 可以幫你保護皮膚 更不容易刮傷 怎樣 這個是不是可以得 諾貝爾獎的設計 不用複雜的結構 利用軟刀片的可塑性 就可以把缺點 變成優點 Sland 是第一刮鬍刀的 終極設計 Sland 是第一 永遠的神 來 我們還有最後一個 減少刀片震戰的方法 先考你一個問題 改車 要從哪裡先開始改 白改 降為先 屁啦 不管是機車 汽車 腳踏車 賓利 本田 傑安特 改車 都要從離地 最近的部分開始改 離地面 最近的就是輪胎 一定是從輪胎先改 就算你開的是2000匹的GTR 配上爛輪胎 馬是拔布啦 輪胎之於汽車 就像刀片之於刮鬍刀 刀片太爛有問題 不管你用的是多貴的刀架 用起來還是很痛苦 之前說的 減少刀片角度 增加墊片 換Sland刀架 核心問題 就是因為第一刀片太軟 這個阿斗造成的 原本就有問題的東西 你為什麼要遷就它呢 搞得那麼麻煩 問題的核心 還是沒有改變 軟趴趴 嗨勒嗨勒 丟勒丟勒 所以 要從根本上解決刀片 政戰的問題 最簡單粗暴的方法 就是把刀片換掉 不要執著於第一刀片了 每天都開車 換成開遊艇 開飛機 不是更好玩嗎 市面上還有很多 有趣的刀片 AC刀片 Injector 劍刀片 每一款都比第一刀片更厚 更硬 伏底抽芯 換成更硬的刀片 就能根本解決刀片 政戰的問題 AC刀片 我們之前介紹過 Very Good 不同第一刀片的區別 如果是1到10分 AC刀片之間的區別 就是1到100分 Injector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更短的 AC刀片 短小金幹 用起來更優良 劍刀片 你們都不是貨 這個才是好東西啊 我認為 它可以全面取代第1刀片 下一期 帶你全面認識 劍刀片 只要夠硬 問題就不是問題 你不覺得 男人對硬的東西 都有執著嗎 什麼神油 馬卡 威爾鋼 蒟蒻 香蕉 小黃瓜 連電視廣告都說 男人齁 千萬五湯春一支嘴啦 只要夠硬 齁齁 七天 不用七天 讓你軟腳變鐵條 讓你變鐵條 咱叫夠酒頭 硬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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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